参数台风逐渐逼近 就怕收成会受到影响 各地的农民现在赶快加紧脚步来抢收农作物 像是台东的文旦农 他们就采取料理从宽的防台模式 早一步采收 现在已经采收将近八成了 而花莲的文旦农则是在八月底九月初 就已经全数采收完毕陆续出货 不过在宜兰的三星丛农们可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受到前阵子缺水的影响 产量已经减少了一大半 这下又遇到台风 真的是遇苦五累 加快动作双手并用台东的文旦农们 要跟参数台风来比快 使出大绝招料敌从宽的防台模式 也就是说一听到台风侵台几率大增的消息 就立刻加派人手抢收 目前已经采收八成 中秋节文旦供应无余 不过栽种香丁其成的农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虽然果实都已经成熟 不过还没到采收期 目前也只能在果园做排水测试来应急 严防台风各地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小撇步 像是花莲的文旦农 早在八月底九月初就已经先将文旦全树采收完毕 现在也正陆陆续续在出货当中 那经过一个礼拜的池水之后 我们的文旦又现在风味正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镜头转到宜兰三星冲农们则是忧心冲冲 因为受到前阵子的缺水影响 产量已经减少了一半 这一下台风再来真的是欲苦无泪 如果冲很多的话应该是会抢收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冲啊 之后怕台风搅局农作物全泡汤 伊花东农民全体战力爆表 要守住一整年的心血 接下来综合报道